记得小时候啊 每年到秋冬季节 山楂大量上市 妈妈都会给我做上几次 真的是特别的酥脆 满满的回忆 小时候的味道 今天我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学会以后也做给家人吃吧 现在的山楂大量上市 一块来钱一斤 我买了五斤 用剪刀把山楂的头部剪掉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加入一勺淀粉 浸泡十分钟 这样都把山楂里的农药和残渣全部泡出来 将山楂清洗干净 家人们 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把山楂表面的生水全部晾干 要不然在挂糖的过程中 糖就挂不上了 取一个竹签 没有竹签的用牙签也可以 将山楂全部穿好 家人们还得麻烦你点肾上 您就帮小月点个赞呗 就是冲着屏幕点两下支持一下 我都这样说了 您就帮我点两下 辛苦您了 家人们 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记好 取一个方盘 表面给它刷上油 这样再挂完的糖糊了 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锅中加入300克冰糖 300克白糖 600克清水 开大火去熬糖 熬至起大泡了 改成中火 熬至微微发黄 熬至香油色 家人们 这一步很关键 就不要用勺子去冻了 用一个筷子 蘸一下凉水 嘎嘣脆就好了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熟枝 是吗 用勺子搅拌均匀 这一步很关键 在挂糖的过程中一定要开小火 要不然糖就挂不上了 就会结晶 取一个穿好的山楂 淋入熬好的糖浆 记得小时候啊 没有冰箱 就把冰摊糊润放在外边 冻一夜就好了 现在有冰箱 放在冰箱里也可以 冻一夜 嘎嘣脆 酸甜适中 特别的好吃 其实我教大家做美食啊 啥都不想要 就想要一个免费的双鸡 你可千万别忘了 帮我点一个 冰摊糊润 你在家就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 满满的回忆 最后我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 还真有点用 感谢大家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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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